大家好,我是Stan 拥有122万订阅的韩国网红乌尼 因为非法入侵 前女友家对前女友施暴威胁 在现场被警方逮捕了 乌尼是有着122万订阅的 韩国超人气直播YouTuber 而根据媒体报道 在去年12月监控拍到了 乌尼去了前女友B某的家 在停车场确认前女友不在家后 就叫了所将强制将B某家的门打开 非法入侵了B某的家 之后因为乌尼的求饶 两个人重新又交往了一段日子 但是乌尼一直强迫B某 自己在拍影片或者是有其他应酬的时候 也要在自己的车内或者是家里等他 对他非常执着而让他非常苦恼 然后在今年2月底 因为外出问题发生口角后 情绪失控的乌尼连续殴打了B某的脸 导致双方的衣服上沾上了血迹 因为B某有提前报警 所以警察有及时赶到 而在听到警察案门铃的乌尼 马上威胁B某将有血迹的衣服换掉 并清洗脸部血迹 但是警方还是发现了有血迹的衣服 以及因为害怕躲在窗帘后面的B某 警方立刻以现刑犯逮捕了乌尼 在警方调查中 乌尼否认自己施暴 但是警方在乌尼山上发现到了B某的显衡 目前乌尼已被移送至检方了 而因为乌尼的形象是非常善良 所以这个消息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但是他否认这些事情并发文表示 我没有躲也不是故意不面对 报道内容跟事实大不相同 在调查过程中真相会水落石出的 但我认为应该要向订阅者说明状况 再等我一下 我会发表正式的声明 然后对于恶评会进行法律制裁的 这个发文引起了更大的争议 后乌尼下架了该天文 哇真的受到打击了 真的以为他是善良有礼貌的青年 都有百万订阅了还很谦虚 人真的不可貌相 这不是双重人格吗 太过分了好可怕 他之前为了帮助生一道很晚的奶奶 买光奶奶所有的商品 所以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好人 这世界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他有帮助过我们这一区的爷爷奶奶们 所以对他很有好感了呢 这世界真的没有可以相信的人 正因为他很善良呢 我真的是他的粉丝 所以也买了他的周边 也因为没能去他的粉丝见面会 所以觉得很遗憾了呢 太失望了 希望对奶奶们做的事情是真心的 善良跟犯罪是不一样的 比起善良但是无法控制情绪的人 性格不好 但是能控制情绪的人会更安全 所以以善良出名的百万youtuber 对前女友施暴威胁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